KK来吧 行吧 来吧 谢谢你 看你抽到的是谁 我抽到也可能是我 能不能抽中你的 那就太奇怪了 是吗 真的不是 他不可能写那么点字 我背后都看见字很傻 这应该是老王子 这不是老王子 我肯定告诉你不是 我一说起来这个就知道了 我给背起来 亮眼睛的小猪猪 亮眼睛的小猪猪 亮眼睛小猪猪 亮眼睛小猪猪 因为我手猪的 然后我年纪比他小 因为我老婆觉得我眼睛很亮 他眼睛是很亮 就是在人间当中 只是多看了我一眼 亮眼 从此难以忘记我容颜 想你是你在天边 想你是你在眼前 有没有人问你收过版权费 我想问你 想你是你在闹海 下一个谁抽 我来吧 谁写的 这句话有点 你先念念 你先念念 爱一个人 大概就是连他的脚趾头都会爱吧 这是我写的 真的 KK好高兴呢 是这样 他的爱和别人不一样 他这个级别是这样 以前是他看着我的脚都不忍直视 然后要不就把鼻子堵上 然后我们就回家第一件事洗脚 那现在呢 他偶尔是他用自己这来挑战自己的极限 甚至有一个打击脚 就是来测量自己 他的底线 每天爱你多一些 对每天爱你多一些 不是就是就是 我是一个很很不喜欢脚丫子的人 就是比如有人坐在我对面 比如夏天脱了鞋把脚丫子对着我 我都不行的 我都觉得生理上又不是 可能那天就突然感觉到很想他 很喜欢他 然后就觉得说 可能对于K哥来说 他唯一担心我不喜欢他身上的一样东西 就是他的脚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嗯 这么表达的话他应该会很开心 他是不是在脱鞋呢 担心 你那个羊羊腿啊 你比他穿啊 感谢 其实他们两个人在很多的 不管是生理上精神上 不管从我们的这个这个外貌上 他们俩交流是最细节的 所以说我说我为什么羡慕他两个人 现在很多很多的细节 他们已经真的是叫融入在一块 所以说他们没了 没可能会分